我希望指出,每日150個的配額是上限 內地當局是按實際的合資格提出申請的數目去發出單程證的 過去兩年,平均每日持單程證入境的內地居民是分別129人和116人 顯示到內地當局是嚴格按照審核準則,定下的分數線和實質申請人數作出審批的 並不是一定會完全用完150個配額的 雖然社會上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是有不同的意見,包括維持或減少的聲音 其中亦都有包括要求儘早讓港人在內地的家人離香港團聚 單程證配額使用的情況實在是受不同的因素影響 目前跨境的婚姻佔本地註冊婚姻的三分之一 長遠來說,這個比率是沒有下降的趨勢 有鑑於此,加上內地配偶現在需要等待最少四年才可以合資格來香港 實在是有需要繼續透過單程證的制度 讓分隔配偶和其他在內地的子女來香港作家庭團聚的 所以現在可以用家庭團聚集的 好營業